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方舟生存进化,我是 NSK 这是方舟生存进化,这是节目的第二集 那非常感谢大家对第一集的支持 是因为有第一集我们才会有第二集 那今天主要的目的我们要干嘛呢? 今天我们先上屋顶好吗? 今天主要的目的 其实今天我并没有特别的想要干嘛 那这是我们的翼龙 我们的无耻翼龙,我们上一集 对不起大家,今天有一点油轮吃 因为还是很早,我还刚起床 那今天主要目的要干嘛呢? 其实我还没想到今天的节目要干什么 可能你们可以给我一些灵感 下一集的节目你们要看些什么 哎,猴子 猴子你想干嘛? 哎,我想到了 好,今天我们就 驯服一只大猩猩吧 我们已经驯服了一只小猴子 不如我们驯服一只大猩猩吧 好,我们现在就提上我们的翼龙 然后我们就去找我们大猩猩 好,待会见 我们终于找到一只大猩猩 那大猩猩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紫色的葡萄啊 那大猩猩它不像其他的动物 你可以用麻醉剑而打晕 好多动物 那你是需要用葡萄在他们的后面 就在他们的后面 把葡萄传给他们 就为他们 一粒一粒的为他们吃吧 那趁这机会我就赶快 就这样子 你看到 对,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一粒一粒的为一只大猩猩 他的大猩猩的原名 其实叫做原始人 其实是一只大猩猩 所以我一直叫他大猩猩 就一只这样子左右摆放的 为什么不能在他前面这样子喂他呢 因为他会激怒 那他激怒的时候他就会 他就会全力的追你 而用他拳头来打死你 那我看这样子下去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我也不知道会花多久 那 对 肯定会花一点时间 那 如果我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 然后再剪接给大家 不然大家就快要睡着了 好,待会见 好,我们已经 经过了一段时间 时间 那 不小心 不小心激怒了这只 快逃快逃 快逃吧 快逃快逃 我不敢往后看了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还在追我 他好像还在追我吧 好,好痛好痛 好吧 我们就 就像刚才这样子往后 哦 又不小心摸摸摸摸摸摸摸了 有激怒他了 赶快跑 不要倒露 撞掉老虎 再一次 又一隻隻 欸 又不能 不小心進入他 呦呦呦 趕快趕快趕快 七三隻隻 隻隻一龍趕快飛走 趕快飛走趕快飛走 又過了一段時間 我又激怒了這隻 快跑快跑 咦 發生什麼事 唉呀 我們的一龍 我們的一龍給他打死 他追不到我 他追不到我就找我的一龍來 來尋仇 損失慘重啊 我們看我們回去我們 找一下我們的一龍 這隻招星星在這兒 那我們一龍在哪兒 我們的一龍真的死了 真的是損失慘重 沒關係 好危險的一個人物 啊 沒關係我們還有兩隻 那我們 繼續吧 繼續馴服這隻 我們 非得馴服這隻不可了 好 好 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一直 我還是被這隻 打星星給追殺 好可怕 應該還沒有在 應該不再追我了吧 他還在追我 欸不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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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那這隻真的是 快要給我給 快要把他給馴服了 可能多一兩口吧 在哪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好 好像經過了一個小時多了吧 欸 我們快要馴服這隻大猩猩了 嘿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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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馴服這隻大猩猩了 可惡 花了我差不多一個小時多的時間 那叫他什麼呢 就叫他悟空吧 七天大聖 孫悟空 悟空 那我們看看一下他的樣子長得怎樣了 我們看看一下他的樣子 長得怎樣了 啊 怎麼我電腦那麼爛 哈哈 非常非常奇怪 哈哈哈哈 好魂不醜色的樣子 好魂不醜色的樣子 來我們近距離的看他的臉 OK 可能燈光的關係吧 沒有得救啊 他就是那麼醜啊 哈哈 他就是那麼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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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星星有一個特徵呢 你不能 你不用 啊 做一個 做起 就可以 起上他 那 他也可以 穿上 戰甲 給他做一個戰甲 你做一個 他可以穿上 他可以戴一頂帽子 給他戴一頂帽子看看 給他戴一頂帽子看看 啊 那帽子好奇怪啊 同樣的帽子 戴在不同人的身上 真是好奇怪 那 我們做 另外一種款式 的 做 啊 布帽好了 好奇怪啊 你好奇怪啊 你我的臉 好了好了 我們就 回家吧 路上 只能少了音樂呢 MUZIK MUZIK 你挑著大 我牵著馬 你把沒有了 你的臉 嘗嘗嘗嘗郝 我有蠕的 Whoseför 乡的貌 感情 不出了 他 乃好了 你 被你 有蠕的 仙蝓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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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已经顺利的到家 那大猩猩有另外一种功能 就是如果你给它在草地上随地乱走的话 它会一直累积这些东西 我们走近一点 它就会累积这些纤维 它就會一直一直蒐集這些纖維 那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功能 那我們已經接近節目的尾聲 非常感謝大家給我們的支持 那下一集的節目會在下週一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留言 那就這樣子 拜拜啦 拜拜啦 那下週見吧 下週見 下週見